这只美洲狮为什么会被删耳光 就在刚刚 这只雄性美洲狮嗅到了母狮的味道 心急的他快速地来到母狮的领地 因为母狮正在抚养着的孩子 所以他知道雄狮到来的目的 是想和他交配 繁殖下一代 这样自己的孩子就会有危险 雄狮不会放过他们 母狮主动上前拦住雄狮的去路 给孩子们争取更多的时间逃跑 雄狮看到正在逃跑的孩子 转身就要追赶 母狮连忙吼叫 并主动攻击雄狮 雄狮一开始在心爱的女人面前 表现出男人应有的风范并没有还手 可当母狮一巴掌下去之后 雄狮受不了了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 经过一番缠斗之后 雄狮知道 想要取得面前这只母狮的欢心 必须除掉他的孩子们 雄狮离开了 母狮要尽快地去把孩子们找回来 他必须要抢在雄狮的前面 一夜过后 母狮成功地找到了三个孩子 还有一个没有找到 母狮一夜未眠 拖着疲惫的身躯 继续踏上寻死之路 母狮几乎踏遍领地内的每个角落 就在他即将绝望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他的孩子从山上跑了下来 母子再次重逢后 相互依偎 相互安慰 这一家五口终于又团聚了